PS5三周末大圣套装加不能加金箍棒 之前一直用的是混铁棍 因为我感觉混铁棍的输出要稍微高一点 并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金箍棒 带了金箍棒的话就无法区分利棍戳棍和批棍了 所有的招式都混成一团了 所以感觉不太容易打出石破来 不过后来练了练发现金箍棒还是很有用的 尤其是两下清棍在接中棍的那一个打法 非常容易就把对方给定住了 这一棒子打了一万多 看所以金箍棒还是挺厉害的 很无语啊被他削了一通 我估计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没有锁定住他 吃点药 运气很好没有死 打断他吧 没打着 又被削了 来吧 大圣套装和金箍棒这个 大圣套装和金箍棒这个两段的打法还是很有用的 他在平A两下之后呢会有个翻转的动作 这个翻转的动作期间是可以识破的 并且这个翻转动作打到以后 会迅速接一个没有前摇的戳棍 然后那个戳棍如果打中之后 会迅速接一个P棍 所以很容易就把对方的出招打断了 第二阶段的大圣就变得更狠了 开局一个四段中棍 抽棍还是比较好的 容易打断他的出招 不过千万不要跟他的红抽棍硬杠 因为杠不过 这里如果之前有锁定的话锁定会跟丢 所以很容易吃到他那个中棍 又挨了个大的 喝点药 我觉得大圣残区第二阶段很难打无伤的主要原因就是 你不太清楚他什么时候会用铜锣铁壁或者是闪身来炸你一下 所以你很难用连招打他 这里铜锣铁壁我在退寸进尺的时候 可以稍微停一下再进尺 这样又可以继续打到他 四段中棍一定得闪 完美闪避 不会吧 又来一个 接着完美闪避 我真是很佩服自己 可惜这次被他一波带走了 又来了个大的 起身第一件事应该吃药 清点葫芦特别爽的 这边就出现了 他是不会过来抢你的 他知道你无路空了 起来接着喝吧 喝完接着打 哎呦这回吃了个大的 没关系接着跟他钢 火路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又来 葫芦满了 找机会吃一口 快了 咱们现在已经占用了 血比达多 这里本来想来一个闪身无前摇的四段戳棍 结果方向根本就不对 被他给躲闪了 太贵促了 再喝一口吧 千万别硬吃了 搞定 可惜打二阶段的时候 没有办法使用两下清棍一下中棍的那个组合 否则二阶段的大圣残缺应该也很容易打 好 多谢观看 今天就到这了 准备不过 放余 ik基于 我看在眼睛 这一家里 我看的 我靠岛 有什么 你 我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